大家好 今天介绍这个标 这个标是我自己十几年前 应该是07-08年 刚刚读完书就出来工作 做某间中学的教学助理 那时候人工是很低的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带标 我中学的时候有带标 但是坏了 那些都是小孩子的标 就是中学生的标 原来读大学那几年是没有带标的 因为我都觉得是不需要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电话 所以就这样看时间 但是出来做学校就不太方便 因为有时候要看时间 就经常拿个电话出来是不方便的 所以很工具性地就买了这一款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价钱就是530元 530元 是很漂亮的 那时候还未知道 那时候还未意识到Omega 因为 但其实后来 后多几年 自己有看标 才知道原来这次Omega 那只SPEED MASTER 那原来真的非常相似 我想也是有点抄捉 我想也有15年了 起码有15年了 那玻璃是换过的 那我换过了蓝宝石 那应该是这一两年换过的 那应该是花了 那现在蓝宝石就漂亮很多 那跟着尺寸来 很容易 那起了一个圈 那把既的玻璃 那时候应该是烂了 那整块蓝宝石下去 那还做了一些更新的 换电都好像换过 电很耐心 我想真的换过三次电 不够 一粒电起码用5年了 非常耐心 非常漂亮 非常实用的 一只CASIO的EDIFACY 并且是CORN 试试 还有做了一个更新的 什么时候做的呢 我想都是去年 或者是前年 前年应该是 我将这些针无聊的时候 就有了颜色 有了不同颜色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红色 绿色 那这个呢 这支CORNOR针还是渐变的 是渐变色的 就是这样 那用什么油呢 就是用这些 那你自己 如果你有兴趣的 可以用一只平标试试 平标很多 通街也是 你可以找一只 不建议你玩贵标 有些客人用贵标来玩 玩到又坏了 又要弄 那不是那么好 几十元就有一只 如果你去旺角 那些街边店 你要找一只便宜的 石鹰标 皮带款 50元 你用50元的budget around 那你拿着50元应该买到的 石鹰标来计 皮带 链带可能贵一点 任你玩 那今天就这么多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